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给大家介绍一块厚姜的石头 这叫厚姜石头 这些厚姜石头是在市面上去淘的一个料子 这个料子是被货主不是很看好的一件石头 因为它裂太多太多了 皮革上全是裂 裂成渣了 但是我在淘的时候发现它有一条暗暗的色带 这条暗暗的色带其实不明显 非常不明显 根本打灯看不着 它只是有点点发黑淡淡的 然后绕着这个石头 这也算是剪的一个漏 因为这种东西不被人看好的东西 所以说一会我们把它给切了 现在切了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搞头 因为本钱不高 所以说赌起来也比较轻松 还是要赌它里面的色羊 能出蛋面 最好看多大的蛋面 色多不多 这是一个最重要切出来看它的色 痒不痒 色多不多 人有没有机会出蛋面 我们谢谢欣赏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这块石头 是不是长得非常丑 非常丑 非常丑 有多丑呢 简直就是说 简直就是说公斤料 别人觉得公斤料都比这个好 因为烈多品相不好 那我们打打灯呢 打打灯呢 也说实话也非常普通 非常普通 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溶水料 带一点点色 这个色来淡淡的 这个色不明显啊 但是呢 的确这个料子看起来一般 但是烤石头有些时候会出发 出乎意料的好啊 来我们要切它了啊 就切中间啊 中间看得比较明显 看得比较直观 现在切了 就切中间了 crime 感觉 对 改参加 做一点 这样 有点 还 有点 我们 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接面 大家看到小接面的位置了吗 这些是小接面啊 小蛋面有了 大蛋面得细细的盘 就是要继续再切 再切最后看看有没有大蛋面啊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 小价位切成这样子啊 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非常不错 可惜就是没有大蛋面啊 色也盼见到了啊 总水也盼见到了 挺好的挺好的 就是可惜啊 后将这个藏口名副其实的劣夺 好了朋友们啊 这个石头就切成这样了啊 一个全土石 价位怎么说呢 便宜嘛 所以说切成这样子也算是 清理之中啊 小蛋面 要抠一下啊 这些地方 色也非常阳足 也非常好 但是块头有那么大 还是有机会出的啊 被我掉 到底涨没涨来 朋友们 你们 自己看啊 土石有风险 预赌需谨慎 拜拜 朋友们啊 再来一块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一件啊 同样也是非常糟糕的 一件原始 后将最糟糕的 就是裂的扎了 这一件的话 一次品啊 便宜不贵 所以说可以随便切 但是来 我们同样要堵色 要堵色 因为它有一些选一样的袋子 选一样的袋子 这个料的话 还是就是看能不能切出色 还有一个就是 有没有机会 有那种完美的小地方 带色的小地方啊 好 可见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这个料子最大的痛苦 就是裂 裂成渣了 但是皮革上 有一些 新兴点点的色的表现 色的表现 这件料子 还是有一点点机会的 虽然说已经 非常非常 差的表现 但是它有机会 咱们就 值得薄一下 一小薄大 就是这么来的 一小薄大 赢天下 请 这一小薄大 就像是一小薄大 一小薄大 就像是一小薄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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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